中国国情2.5 但是咱们也算是经过世界杯,而且利用东道主身份参加购奥运会,并且曾经在2005年是青赛经验,然而,随着90后全面接班,中国足球不进步而且还在退步,91年零段即便是拥有无垒,张希哲这样的希望之心,但他们也未能在亚青赛创造成绩,到了93年零段,中国男足一度对他们备受期待,可惜的是, 廖立生,刘彬丁所在的这一批球员,不仅亚青赛没有成绩,奥运赛也早早出局,目前足前设立U25级巡队,算是对这批球员最后的期待,然而可惜的是,他们之前输球成潮态,未必能够扛起重任,95年零段曾因为有为是豪这样的超新星而备受期待,而且刘仆计划让这批球员基本都有过流氧历史, 而且U23政策,也就是为他们而制定,然而,我们可以看到,无论是亚青赛还是U23亚洲的,亦或是亚运会,这批球员还是为能顶住压力,他们没有取得一个好成绩, 97年零段是东京奥运会是零球员,因为张玉宁,林良明等希望之星而备受期待,不过亚青赛他们依然踢得浑浑噩噩噩,无人是青赛,目前希丁克到来冲击奥运会正反,但希丁克自己都说希望不大,很难说能够创造奇迹, 此番99年零段,又有刘若凡,郭甜宇等值得关注的新星,但到头来的结果似乎还是在重复老路, 咱们距离世界大赛太遥远,即便世界杯阔军,这批球员能够在亚洲竞盯中脱颖而出吗?难?